在三国演义中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 回到陈流发矫照 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匡扶汉士 拯救苍生 洛阳以东有18路诸侯响应曹操 最终他们以袁绍为盟主 齐聚洛阳城外征讨董卓 这是演义中唯一的以此大规模会盟 期间发生了诸如关与温九斩化雄 三英战旅布这些筷子人口的故事 在历史上 这次联合讨伐董卓的行动 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与演义中有些许出入 实际上 这支联军由13股势力组成 分别是后将军袁术 济州慕涵复 豫州刺史孔昼 衍州刺史刘代 和内太守王匡 渤海太守袁绍 奋武将军曹操 陈流太守张淼 东郡太守乔帽 广陵太守张超 山羊太守原宜 长沙太守孙坚 吉北相报信 这些人基本是官职在太守以上 具备一定的实力 这期间虽然刘备一行人也有参与 但属于从战 与其他人身份不同 董卓这支多股势力组成的联军 表面以讨伐董卓 欣赋汉史为名义 贝蒂里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 大部分人都是希望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来提升自己的声望 并且从中获利以提升自身实力 确实出兵讨董的人非常少 按照每个人的实力与目的 可以将这13股势力 可以划分为三类 分别是主战诸侯 滑水诸侯和打酱油的诸侯 主战诸侯 是确实有讨伐董卓的决心 以及付诸行动的人 滑水诸侯是有讨伐董卓的实力 但是并未决于出战 他们所谋求的 是通过讨伐董卓的一举 提高声望 从这一口号中获得好处 至于剩下的诸侯 那就是实力不足 既希望通过法董的行动 提高自身实力的 下面我们将这13股势力 依据上述的分类来甄别 究竟哪些诸侯是真心救国 又是哪些诸侯在作秀 诸侯联军孙坚 绝对的联军主力 他率军同董卓的部队 至少发生三次交战 第一次是趁夜攻打胡者的部队 大败敌手并且斩杀了华雄 第二次是遇到徐荣 被徐荣击败 在经历战败后 孙坚再次孤军深入 前往洛阳方向 击败了董卓和吕布的守军 而后进入洛阳 孙坚是唯一一直与董卓死客到底的势力 其实力让董卓都颇为忌惮 孙坚曹操曾经主张前往洛阳 同董卓决战 但是除了张淼 报信无人响应他 他便独自率军前往洛阳 结果在行阳遇到徐荣 被徐荣祭败 而后返回曹操有同孙间一样的救国医院 但是由于联军内众人勾心斗角 不愿出击 导致曹操独目难知 无法发动更多的攻势 张淼 报信 这两个人和曹操关系不错 报信早在董卓进京时 就劝袁绍除掉董卓 他们具备讨伐董卓的决心 但是实力不足 难能可贵的是 依然愿意同曹操进发洛阳进攻董卓 曹操袁绍 出生四世三宫的汝南袁氏 门生顾力遍布天下 因而被推举为盟主 但是作为盟主 他并没有组织有效的进攻讨伐董卓 而是采取观望态度 是导致这次浩浩荡荡的联合讨董行动 无解而终的一个原因 袁树同样出生于汝南袁氏 虽然身旺不及袁绍 但是官职为后将军 在联军中具有较强的实力 但是他并未主动出兵 只是向孙坚提供粮草 让孙坚讨伐董卓 期间还因为忌惮孙坚发展 终止向孙坚供应粮草 从中可以看出 袁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董卓 而是希望从中壮大自己 袁树韩复是联军中唯一的周末 官职在太守之上 具备自主目兵权 执掌的是强大的冀州 他的手下武将有张和屈翼 谋是由举授田丰沈佩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实力 但是在联军中 只是扮演的是粮草公英的角色 他完全有能力同孙坚 曹操一样成为主战诸侯 乔茂 作为逃懂行动的发起人 他有讨懂的决心 但是受限于实力不足 无法做出有力的行动 孔咒 留待王匡 袁仪 张超 他们都没有显露出讨懂的决心 也没有讨懂的行动 形同打酱油 盟主袁绍浩浩浩荡荡的十三路诸侯 真心讨伐董卓的只有寥寥数人 瞬间孤君尚且能击败董卓吕布 攻入长安 如果十三路诸侯能够齐心协力 一致讨伐董卓 攻至长安 消灭董卓 赢回县地并非不无可能 如果如此 东汉可能将会得到延续 历史不容假设 最终的结局就是 这支联军在梁氏耗尽后 仓促解散 众人趁着朝廷无力约束 纷纷割据自立 东汉末年的纷争乱世 自此拉开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